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年痴呆的推手 竟然是中老年常见的高发病 养生堂 敬请关注 养生堂献给亲日的爱 大家好 我是月月 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 有一个特别的开场 考一考大家的眼力 请看大屏幕 好 我们先来问问 这排这位观众姐姐 您跟我形容一下 您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猴子脸 然后中间两个黑洞 是猴子的 眼睛 那猴子的鼻子是 鼻子正好就在那个 眼睛下面有一条 灰色的线 对 线上 觉得这是猴子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图 就绿色的这个 您觉得是什么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来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您再看看 都是不太那个友好的那种 表情不友好 对 对 您觉得哪一张的画功最好 就是哪一张技巧体现得最好 画得最清晰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1967年的 1967年的这一张 我跟您说 这都是一个人画的 大家都笑了 说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画的 这水平差这么多 有一个都画成猴子了 对 另外一个都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给大家讲 这确实是一个人画的 我们的导演非常的细致 把他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自画像作品给大家挑出来了 这是美国一个特别有名的画家 叫尤特·莫伦 大家会看到每一张图片上 都有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时间指的是 他罹患了一种很可怕的疾病 然后他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 他就开始每年给自己画一张自画像 连画了六年到两千年的时候 注意看 就是您说像猴子的那一幅 是他画的最后一幅自画像 这个画家在七年之后 他就离开了人世 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画家得了什么病啊 这个病到现在还有吗 这个病还有 我自己特别亲的我的姥姥 也是因为这个病离开了我 所以每一年的这一天 我都会戴上我姥姥给我的一枚戒指 站在这儿来做节目 这个戒指最早是戴在我姥姥手上的 姥姥戴了四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今天这个戒指戴在我手上 我的感觉就是我姥姥就在现场 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姥姥一零年去世的 所以她去世的原因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疾病 所以我今天把她带来 我希望她跟我一起来 让她看到我在为她 而去做一些弥补的努力 可能帮不到她 但是说不定可以帮到 别人的姥姥或者是姥爷 今天是9月21号 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世界防治二次海默病日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养生堂都要做一期特别节目 今年已经是我们做的第八年了 所以今天养生堂又回来 给大家讲防治二次海默症的知识了 那今天还要请出我非常熟悉的 两位嘉宾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到台上来 跟我们一起来了解 关于二次海默症的防治知识 让我们欢迎今天 做客养生堂的重量级来宾 我们要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级明老中医田津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谢恒格 掌声欢迎两位 欢迎田老师 欢迎谢老师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住 长寿多多 大家可能会知道 当我们探讨二次海默症的时候 老有人会说 尤其是前几年 我们刚刚开始做相关科普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就是老了嘛 人都会变老嘛 但是我们会发现 二次海默症相关的死亡率 再上升 我们先来说一个 大家可能听到之后 会稍有一些沉重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结论 现在是不是二次海默症 已经变成了第五大 病死的原因了呢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我国已经进入脑力化社会 65岁以上的脑力人口 已经达到2.09亿 按这个数字来 用一定的比例来估算 我国目前 已经患病的痴呆患者 达到了1500万 其中刚才提到的 二次海默病 是其中最常见的痴呆原因 或者说痴呆的一个内型 它具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负担最重的疾病 立化二次海默病之后 它花费的医疗支出 是其他疾病的3.5倍 同时呢 目前呢 二次海默病 还没有治愈的方法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 今年的主体 思想是立防立志 无问早晚 刚才看了这个 可能大家会有点沉重 我们也是带着 很多好消息来的 今天谢老师 田老师 我们是带着好消息 站到这个台上来的 大家来看这边 二次海默症有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控制什么 可以减少痴呆的发病率 导演说这个图表 汇总了全世界16个国家的研究成果 去控制了某一个方面 减少了痴呆的发病率 田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看 好 大家看的这个图 是刚刚在国际文献上发表的 一个长时间的研究成果 我们从这个图的下面可以看出 它一共调查了 从1994年到2019年 世界各国的二次海默病患嘴的 发病数量 因为我们人口老年化 在不断地加深 但这个比例它是逐渐上升的 非常可惜的是 大家看到中间有条黑色的线 在世界二次海默病患病率方面 没有按这个曲线的方式向上升 而有些国家反而还开始下降了 降得最明显的一个国家 是下面这条线叫卢森堡 它当年在1994年时候 它的红色的线 看到没有 它的患者的人数是非常的高 而后逐渐开始下降 属于世界各个国家中它最低位 就说明了 二次海默病等次的患者是可以下降的 这的确是一个喜讯 过去我们没有这种数据 认为二次海默病是不可抗拒的 一旦它的发生也是不可减少的 事实证明是可以减少的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个问号后面是什么 田老师 要不您帮我们揭晓一下 好 揭开大家就知晓了 控制好心血管危险因素 就能够减少二次海默痴呆的发病率 这就是最新的成果 这个成果 大家觉得惊喜和意外的是 我没有想到 我控制好我的心血管相关的高危因素 还可以减少痴呆的发病率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 现场的血压异常的人请举手 示意我一下 几乎是一半的观众 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存在的 高血压无疑 谢老师它就是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当中 最直观的一个 对不对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发现自己有没有一些相应风险 我们刚才戴眼镜这个姐姐 您是不是举手了 对 您是高血压是不是 您到台上来跟我做个游戏好不好 您好 姐姐 您好 高血压 差不多有八九年吧 八九年 好 控制得好吗 现在吃 早上吃一粒药很好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130多 80多吧 前几天刚体检的 这就是卡点压线的 血糖怎么样 血糖正常 血脂怎么样 血脂就是肝油三脂高一点 那个其他的还行 我可以摸吗 可以 是 摸得出来肝油三脂有点高 您觉得自己反应能力怎么样 现在还行 记忆力 眼 手 协调能力 我觉得不如前几年了 我先来做个测试 五只蚂蚁搬大米 对 手都准备好 哪只手都行 五 一 五 二 五三 五四 五 五 五 好 五粒大米搬回去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谢老师动作不爱 拍皮球一样 很简单 我们来试试 这个是五只蚂蚁搬大米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粒大米搬回去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阿姨刚才六都出来了 一共才五至六 是打哪来的 好 我们现在进阶了 增加难度就是大家每一次说数字的时候 都要最终回归到握拳 五只蚂蚁搬大米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粒大米搬回去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相当可以的 相当可以的 不错的 再加一次难度好不好 下一个大家就自己再加试就行了 就五只蚂蚁搬大米 五一 同时 但是两只手是不一样的 五一 来 五只蚂蚁搬大米 五一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好 五粒大米搬回去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您感觉吃力吗 有点紧张 但是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这个它确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测试和训练的效果 两位老师觉得呢 这是主执行功能的表现 就是根据你的指令 我通过身体手势的方式来执行它 但如果说完成的太慢 或者是反应的时间太长 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 说明我们脑子的这种综合能力 以及我们的这种灵活性 尤其是我们左右脑 对我们的肢体的行为进行支配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它是一个反应 特别综合的一个控制能力 好 这是第一个测试 第二个测试 谢老师您来带着大家做吧 对 好的 那么第二个测试呢 我们叫画密码 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有123456789几个数字 每个数字都有一个符号 我们现在呢 先不让大家去背 先看看每个符号代表着什么数字 然后大家可以告诉我 根据那个符号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测版上 显示的这几个符号 代表哪些数字呢 921 是的 是的 那么这三个符号 就代表了921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世界二残病日 举办这个活动的一个日子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面呢 我想呢反过来做 我可以给大家一串的数字 然后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这个符号给它画下来 然后我们的观众 如果正在看节目的话 拿出纸和笔 根据给出的一系列数字 把符号画出来 对 是吧 然后我们也找现场的一位叔叔 跟着测一下 来 对 咱们试试看 好 那我这个数字是57836 57836 57836 根据数字把图形画出来 57836 57836 好 时间到 咱看这阿姨画的 看看阿姨画的 557836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跟我们这个921是一样的效果 嗯 叔叔还没有画完是吧 还没有啊 没关系您再画一会儿 好 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的阿姨 这个两个游戏做完了啊 通过了层层的考核 值得掌声鼓励以及一份礼物啊 谢谢 谢谢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 助长寿多多 助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阿姨 感谢您的参与 那谢老师 我们一方面点评一下阿姨 一方面咱们也来说一说 这两个测试的目的 这种测试呢 跟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当我们评价一个人 是否有阿尔产病的时候 我们会要考察他没有语言的功能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 大家听月月还有田园师 给大家讲这些道理 然后呢大家会有些互动 就是语言的功能 那么讲完了有些知识的重点 我们会记住了 是吧 我们能够有个记忆的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记住了以后 我们要回去做 知道做什么 知道哪些不应该做 这是我们一个综合的 执行功能能力 那么今天的这个测试 可能就跟我们综合的 执行功能能力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把我们有用的知识 转化成我们的行动 把12345转化成符号 把符号转化成12345 所以说呢 这些功能呢 它测试的是我们的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大脑的功能 那么刚才这个阿姨 在这里做的是非常好的 有一些东西是通过我们的训练 可以不断地强化 不断地去完善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活到老 学到老 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的观众看到这里 如果您刚刚两个测试 完成得不好 那么您的家人可以帮助您 通过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向专家提问的方式 获取一些目前这个阶段 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建议 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 跟我们节目同步播出的 精士健康的直播间的方式 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认真地看下面这段视频讲解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士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士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叔叔的完成程度 这是刚刚做了三次尝试是吧 是这样的 第一次你们说的时候 他直接就写出了这个数字 然后呢内蒙古人 他从一个盟友环境 直接到了这个普通话环境的时候 他有点适应 然后我就告诉他 按照这个数字 用这个符号把它画出来 他第一次画的结果是这个 第二次画到这块的时候 我告诉他 你又错了 第三次这个成绩 完全还可以三没有做对 花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刚才你说旁边的这位老先生 是您的父亲对吧 对对对 您二位是从哪里来到北京的 内蒙古通疗室 爸爸是什么职业 我爸是退休之前是初中物理老师 对 那他执教多少年你知道吗 四十多年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布老师 来布老师咱们上课了 布老师您跟我们讲讲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电学部份里头 奥姆顶利 是什么意思呢 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好多人 您看您的学生他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永远要讲的 布老师给我们讲讲什么意思 这是电压 这是电阻 电压除于电阻 这个除了就是电流强度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 您再跟我们讲讲 这个都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美蒙古知青专业 您见过这个吗 见过 见过 专业名称中学物理 中学物理 资格级别 富高 富高 对 您教书多少年 有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 那您现在还带课吗 您现在还教吗 还教呢 好 现在还教 现在教什么年级的学生呀 初二的 初三的 两个年段的 现在就叫初二 初三 这个是一开始的 您的毕业证是不是 我的毕业证 您在哪儿上个大学呀 我在通了实验 物理级毕业的 您毕业之后就当了老师吗 毕业之后就当了老师 您现在一直教到现在 对 一直教到现在 那您是怎么 今天就来北京出差了呢 那学生怎么办 您初二 初三的学生怎么办 今天怎么办 就是今天受到通知以后 受到通知了 今天受到通知了 然后就来北京出差了 来北京出差了 那学生谁帮您带呀 您现在在带初二 初三 学生啊 就是最近几天嘛 最近几天可能不用上课了 他可以等我的 他们在学校等您 在学校等您 等我的 那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 什么照片呀 哪个是您啊 这个照片是我当老师以后 第一次照的照片 哪一个是您呢 你自己看啊 我自己看啊 考我 不用哪个了 最中间那个 这个最高最帅的 这小伙子是吧 最高那个 是不是 这个是您是吗 那个时候您多大 那个时候我二十三 二十三 您今年多大 今年 今天好像是 不对 这个是二十多岁 今年呢 四十九 今年四十九 不 五十七了 今年五十七 刚才说错了 那今年到底多大 到底五十七 五十七 好 这下面有没有您认识 有没有您的学生啊 或者是哪个您认识啊 有没有哪个 前排 从那头 那头说 第三个 第三 他是谁啊 他是我儿子 哦 那我们把小布也欢迎上来 来 小布来 就是今天我们 从内蒙古请到现场的 我们的一组嘉宾 爸爸说他今年五十七 今年是吗 我爸这个说错了 是六十七 六十七 爸爸说他现在还在上班 是吗 又错了 在退休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爸爸有一点点不对劲 这几天给我爸 年年做检查 前年的时候 在东北某家大医院 比较全微的神经那科 查出我爸有轻动脑萎缩 那时候 大夫说了 将来某一天 有一天 你爸可能会出现 记忆力突然间下降 你要有心理准备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有几次我爸 把工资卡密码忘了 后来我在沈阳工作 我给他打电话 突然间说 你回来吧 你奶奶想你 我就跟我爸说 爸 奶奶去世都十五年了 怎么你忘了吗 就这样的事很多 然后紧接着我三叔 我二舅 别够要来电话了 说你 这几天你爸说话 不太正常啊 你回来看一下吧 我一回去 爸跟我说 你刚才上超市了 刚回来吗 我说爸 我是刚从沈阳回来的 我工作在沈阳 老家是内蒙通了事的 你不知道了吗 他说 你胡说 你刚才还在这 我就进不去了 我爸已经开始 这个疾病发作了 然后我再次去 神经内科确认 确认了以后 就是这个疾病 他以前有高血压高血脂 今天我们讲的 心血管的一些 危险因素有吗 有 高血压已经有七八年了 治了吗 治了 治了是这样的 我看着他的时候 那个降压药 他吃几天 不再说他就不吃了 父母就是这样的 我爸也这样 我爸以前糖尿病的时候 骗我 我血糖控制得可好了 直到差一点心梗 我才知道 之前就是怕担心嘛 怕麻烦嘛 怕吃药贵嘛 永远都不跟我们说实话 从小父母告诉我们 要诚实 那怎么爸爸妈妈 上了年纪之后 开始对子女隐瞒这些呢 可能这些话 说着有点刺耳 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 就是跟各位叔叔阿姨说 在自己的健康的 这件事上 不能骗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有结果 而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子女更痛心 我相信你一定理解我的意思 你一定感同身受 那他现在每天规律吃药吗 你会监督他吗 他自己不会 我和我妈监督他吃药 他就配合他 这些药 他要是自己 没有在家人协助之下 应该就没有办法 自己完成吧 不会 到现在为止 一次就没有成功了 那你觉得他现在有改善吗 有改善 刚开始出去 在我们镇上出去 他找不着回家的路 会迷路 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要出去逛街的话 我和我妈轮流 带着他在我们镇上逛街 但是我和我妈 毕竟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 全天后的都陪伴他 那院子的南门和北门 全都上了大锁 就怕他走出去 对 走出去 如果找不回来 万一他要是哪次不在 我们陪伴之下 自个儿走出去 找不着回家的路怎么办呢 后来观察不到 我爸是翻枪出去了 阿爸 把你带着 把你带着 追出去 有的时候很慌啊 尤其是冬天夜里 就感觉有的时候 父亲就像小孩一样了 把你带着 把你带着 阿爸 把你带着 什么 不能把你带着 现在我爸就是可以 在我们的镇上 可以找着我们家了 有进步了 吃药了 吃药了 正规治疗了 对 现在感觉 叔叔站在这儿 今天来录节目 包括参加游戏环节 上来讲公事 我都觉得 其实表达得挺好了 我们再问布老师一个问题 布老师 您能说得出来 您当时就是班上 物理科代表的名字吗 或者是班长的名字 您教过的班长的名字 第一眼 物理科代表 叫马丹巴 他是现在教物理的 第二阶的是谁 第二阶我也忘了 那还有谁 还能说得出来 哪几位同学的名字 有一个叫哈斯托利古尔 叫蒙恩昌 都是您当时教过的学生 都是我教过的学生 成绩很好的学生 成绩很好的 刚刚被老师 点到名字的三位同学 因为老师在 阿尔斯海默症的情况下 还记得你们的名字 老师心里一直装着大家 老师心里一直装着 给大家上课这件事 所以刚才的三位同学 如果你听到了老师 在养生堂的台上 把他们的名字叫出来了 给老师打一个电话 我们也谢谢布老师今天来 谢谢布老师 咱们一会儿再一块儿 再继续做游戏 好 再见 谢谢老师 来 不用再见 咱就在台上 40多年的教练 他得站在台上 送走了多少阶毕业生 然后到我们看到 他可能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印象当中 他还是在教书 还是在上课 是今天接到通知 临时来了北京 他印象当中 他的班级 他的学生正在上别的课 等着他回去 继续来讲公事呢 所以这可能也是 我们在讲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很难受的一点 很难受 对 所以他虽然得病了 但是还心中 正如你所说的 还记住他非常喜爱的学生 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你想想 还是令人感动 对 我们经常说 对二产病患者来说 他的每一个行为 其实都有他的含义 或者说 由于他的语言功能的上师 他把他的行为 作为一种内心的一种 表达的方式 其实包括刚才 布老师站在讲台前 给大家讲物理学的知识 包括刚才小布说 他想起了他过去的大队的生活 这些行为当中都体现了一种 他对过去的这种生活 对过去的这种工作 一种深深的热爱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了他的 内心的这份需求 我们不妨每天主动地 带他去看一看 可能这份情感 对他来说就会获得了 那也有可能就会化解了 他这种走失的这种现象 我们还是给布老师再鼓鼓掌 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了 我们来说一说 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非常有效地去控制好 心血管的危险因素 我们继续来看 二次海默症最新研究成果 说要干预危险因素 我们来看看 哪些是大家的着力点 我们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就是刚刚我们听到 布老师身上发生的情况 那么什么样的血压需要管理 是哪一种类型的高血压 它更容易导致大脑的损伤呢 我们来看大品 什么情况 风险更高 这个图有点难懂 你看年龄层就分成了 45到65和65到80 我们怎么理解呢 大家可能是会觉得 这是两种选项 其实按从我们医学的角度 其实这是一种选项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45岁到65岁 这个时候我们医学上 医学划分的年龄 叫中年时期 如果这个时候血压升高的话 就是大于等于140毫米巩柱 这就是高血压 我们俗称为中年时期高血压 会导致会促进 阿尔茨海默病的早发和加注 田院士指出 在45岁到65岁期间 患上的高血压 被称为中年期高血压 会显著增加 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 然而65岁到8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 如果血压偏低 同样有很高的痴呆风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我们血压很高的时候呢 它对我们的大脑的这种 血管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那这里给大家演示的是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长期高血压以后 它会给我们大脑带来的损害 当我们长期的高血压 有动脉硬化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小的竹中 这些小的竹中 可能对我们的当前的症状 并没有影响 但是当它成年累月地积累的时候 就会引起一些小的梗塞状 引起我们的认知功能的衰退 同时呢 由于它在反复的长期的作用 它会引起我们大脑内的 脑血流的下降 脑血流的下降 它会进一步地引起 我们颅内已经存在的 这种阿尔残病 淀粉硬蛋白的清除 这样的话就是这种阿尔残病 淀粉硬蛋白进一步的沉积 使阿尔残病提前发生 所以说当我们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我们叫中年的时候 我们出高血压的时候 不要觉得我离老年人还很远呢 是吧 你只是一声测 我的血压高一点 我也不头疼 我也不头晕 我也不心慌 我可以不管它吗 如果你不管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说是我年老以后呢 当我们在一个高龄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的血压常年的低于140的时候 会使我们的血液的动力学呢下降 那么使我们的血液粘粗度增加 它这种循环的能力下降了 这种造成的一些结果 就是引起大脑的血流的灌注度下降 就像这里所显示的 它的血流的速度的缓慢 血流量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它同样的也会引起脑内 二产病 淀粉样蛋白的这种清除能力的下降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长期的这种低血压 低灌注 引起血流缓慢的话 同样的不利于二产病的防治 总结起来两个方面 因为刚才谢老师讲了很多 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 一方面要提醒我的同龄人 我很多同龄朋友已经高血压了 但他们跟我们的表述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的孩子 已经跟你们说了 我最近血压有点高 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必须管理 必须达标 因为从中年开始的高血压 它会把这个不良后果 一直持续累积到老年 宁可能发生二次寒墓症的年龄要提前 第二个总结的点是 65岁以上的老人家 不用一味地追求 必须达标 因为有可能一部分人 如果那么低的话 他会有副反应 比如他会有脑工穴不足 他反倒成为了一个很危险的方面 所以动态调整血压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要您65岁以上 一定要跟您的医生密切地保持联系 看看您的血压 控制在什么地方是合理的 是的 您刚才说的 动态是非常准的 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拿了药以后 今天测试血压 然后半年不管了 就一直在吃药 这个动态的过程就是要我们的 要定期地去监测我们的血压 是的 所以小布给你一个建议 我以后老不测血压 你就跟着测血压 好不好 一块管理 好 65岁以上正在看节目的观众 如果您日常的这个血压 您老是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达标 那么是不是真的需要严格的达标 您此时此刻如果有疑问的话 拿出您的手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 跟节目同步播出的精视健康 正在直播的直播间里 我们的专家坐镇直播间 时时回答大家的问题 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视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视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二次海默症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 同样心血管危险因素 然后我们看到了柱状图 我们请田老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红色的 绿色的 蓝色的 有高有低 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图只是显示了 吸血管危险因素中的一种 那就是高血压 大家看到了 如果只要有高血压 我们算一种因素 它对二次海默病 发生的危险度 并不很高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用它的危险值算 它是0.2 将近0.2 问题就在于 每一种疾病都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在高血压的基础之上 又有其他另外一种 心血管危险因素 比如说高胆固醇血症 糖尿病等等 两种因素加在一块 绿色的地方 就表示它的危险度就增加了 那谢老师 我们一起利用 场中的道具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 只有高血压单一一种 心血管疾病的时候 当有这一种因素的时候 它可能对我们的作用 比较低 比如说刚才田园也说了 它的作用大概是在 0.2 左右 0.2 左右 那当我们再出现 一种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两种因素完全的 在共同作用的时候 它的作用可能就不是一个 1加1等于2的问题了 它的作用就是一个 1加1大于2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1加1大于2的现象 它取决于什么呢 当出现血管作用以后 它里边的淀粉痒蛋白 接着它又会 以一种炎症的方式 影响到血管 让我们的血管进一步损伤 那么血管进一步损伤 又增加了这种二岔病的损伤 就两个人互相的纠缠在一起 恶性血管 那同样的当我们有 第三种危险因素 再出来的时候 累积起来 当我们的血管的损伤 进一步加重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 阿尔产病 这些异常的蛋白质的清除 这样的话 它的循环减弱以后 我们要把这些代谢性的 这种肺的物质 带起来的机会就少了 所以说呢 除了血管损伤 本身的引起的供血不足以外 它还妨碍着 这种淀粉痒蛋白的清除的过程 那它的这种损伤呢 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那种坏的蛋白会一直累积 然后进一步的损伤血管吗 是的 要做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它就把我们阿尔产病 本来比较轻的那种便利作用 给它放大了 而且今天我们是主要在 着力讲阿尔茨海默症 如果是放在 往期的节目当中 可能啊 有一种可能性 阿尔茨海默症没有发生 在这之前已经心梗脑梗了 都是有可能的 对 当然阿尔茨海默症 也是希望可以早发现 早干预的 每一年我们在做 阿尔茨海默症的 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 都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我们有免费的筛查活动 进行当中 今年也不例外 田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北京中央大学啊 冬志部医院每年在921 也就是9月21号 都举行免费的 认知功能筛查活动 请大家留意 电视机下的联系方式 可以预约进行 记忆功能 认知功能 以及情绪方面的筛查 现在我们要给阿尔茨海默症 做一个分期 分期的这个希望是 大家可以针对自己 已经出现的一些症状 能够快速地知道 我是早期还是中期还是晚期 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咱们先来看 早期的这一系列 阿尔茨海默病 我们用词来形容它 它是引力起病 百分之五十 甚至到百分之七十的患者 在早期都表现 爱忘事 容易忘事 意思就是说 好 那么我们在判断它的 执行功能的时候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的人在做某个事的时候 会出现中断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吃药 我刚刚把药拿在手上 忘了去倒水了 这种也是一种在生活中 能观察到的 执行功能损害的现象 还有像室空间功能 比如说有的人在无论是陌生的地 还是自己常住的地方 一出门转向了 这是东南西北往哪走啊 不知道 这种情况也是它的一种损害 我们叫室空间功能的 水杯的表现 那么还有语言功能 比如说我们见到 要拿一个物体 我们很熟悉这个物体 比如说水杯 叫不出这个水杯的名字来 或者是见到熟人 还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想表达 对他的敬意啊 想说一句话 找不到合适的词 我们叫早持困难 这是语言功能受损的表现 还有在生活中最常见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比如像老年人 往往会有一种 或者几种脉性病 需要进行药物维持治疗 那么过去 如果没有认知功能损害的患者 他会很常理性地 去取药去倒水 知道必须在哪个时点吃 如果要有早期的损害的话 那表现出的就是 可以自己取药 但是不知道 我应该吃多少啊 我什么时候吃药啊 忘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发现这些情况 都是二次海膜病的早期表现 要引起注意了 来看一下中期 随着时间的延长 可能大约在五年左右 发生比较快的可能是三年左右 就会进入到中期 比如说过去爱旺事 那现在就变成了继不全了 要说一句话 要讲一个故事 可能只有字言片语了 然后在执行功能方面 它可能会中断某个事情 不能往下走了 在世空间方面 有人就会出现迷路 自己沿着熟悉的道路 可能在家里转好几圈 但还能走回去 好 在语言方面呢 正在说话的时候 中断了 中断了20秒 30秒 这可是个大事 然后在生活上 能够取药 但是没办法按时按量 准确地去吃药 这都是它的中期表现 通常情况下 会有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很快就进入到晚期 那到了晚期呢 时间就不多了 基本上记不住事了 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了 这个时候 比如说刷牙洗脸都做不了了 这是生活常识 还有在这个世空间方面 完全走失 还有你像语言方面 我们常常在古人描述 这个疾病的晚期啊 叫不语不识 就没有语言了 也没有任何欲望 也不会自己吃东西 所以语言的伤势 是随着病情的加重 逐渐伤势的 还有在生活上 完全不能够治理 所以怎么办 田老师是国家级明老中医 那从中医的角度 有什么样的 好的方式方法呢 我们请田老师 跟我们讲讲看 进行预防二次海默病 除了控制好心血管 危险因素以外呢 目前真正具有预防作用的 我们常说的这个西药 还没有太多的办法 那么我们可以从祖国医学 几千年的积累的经验中 找到一些有效的 潜在的治疗方法 所以古人呢 一个很老的一个书啊 距今差不多2000年 叫《难经》 他就说啊 诸十二精卫贼 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是肾间动气炎 也就是跟肾有关系 通过肾的方式 来推动筋脉气血的运行 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 叫肾肠筋 筋能够化身一种物质 叫脑髓 这样就营养脑细胞 好 如果你要不去补肾中之筋的话 这血虽住身 而仍然常合 仍然是干枯的 血液循环 营养不好 所以呢 你要治疗记忆减胚 或者是二次海默病症的疾病 就是说我们要长期补肾 才能够保证长年不忘 这是古人的经验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呢 推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用来补肾 预防痴呆的一种药物 好 有没有观众认识 大家见过吗 这个不是谁拐棍的一部分 这个药就长这样 大家听一听这声 是不是得问这么个问题 这怎么吃啊 这个这都能砸核桃了 这个 这平时怎么吃 我们平时买来的是这样的吗 对 这个是治过的 它加了蜜 所以很柔软 大家看到这个药 长在沙漠里面 唐代的一本书 叫《药性论》 这本书就记载它的功效 有三个 第一叫易髓 就是我们说的 脑胃髓之腹 我们说的骨髓 脑髓 能够易髓 应该通过补肾的方式 来化身脑髓 所以这些脑细胞 就有营养保护作用 还有一种作用叫 月炎色 吃它的美容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易瘦 才能够易瘦延年 所以非常好的中药材 有没有观众认识 叫什么名字 肉层仁吧 厉害了 答对了 太棒了 太厉害了 答对了 必须得送那一份礼物 鼓励一下 感谢叔叔的回答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最初黄曲梅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 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 健康幸福 谢谢叔叔 那肉层用怎么吃呢 这叫肉层用片 这是制过的 还有可以泡茶 比如说这壶水 颜色变了 下面放的就是肉层用片 泡出来的 所以可以作为饮茶 还有一种 就可以用肉层用来煮粥 同样可以做我们生活常 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食物 你可以加点精米 然后慢慢地小火煮 好 谢谢 谢谢田老师 咱们回到场中继续聊 田园您看 立防立志 无问早晚 刚才其实这个肉层用茶 肉层用粥 都是帮助大家去防的 那二次海默症 是一个很磨人的病 这个我特别有感受 我相信家里照顾过 二次海默症患者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磨人的病 以前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分享过 有一个老人也是二次海默症 然后在家里把筷子翻出来 站着自己的屎 在墙上写诗词 每天回家 闺女照顾完自己的小孩 然后就开始擦这个墙 每天 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这个过程我们去说爱 大家会觉得说 你讲得太附庸风雅了 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食尿 都是谩骂 都是不理解 都是不听话 都是走丢翻墙 但这其实就是你的耐心 这是一个特别直白的词 但是特别的了不起 我们的专家也深有感触 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今年已经是养生堂做的 第八年了 我们整个节目十四年 我们做了八年这个事 这也是我们想要表现出来的 我们的耐心 我们愿意去放慢语速去把这个事掰开了揉碎了去讲 因为这个事没有耐心根本行不通 我觉得小布特别的孝顺 特别的有耐心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像电视机前或在座的各位 如果家里有内似的患者 那你们的照顾就是最好的良药 听蔡老师跟我们说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有个性的食材 到底多有个性呢 蔡老师 大家看一眼它的个性 个性就在于令人嫌弃 这个食材它的特点就是 它里面有一种粘液 粘粘的滑滑的还去不掉 但是大家别小看这个粘液 对咱们颜体特别重要 咱们待会再说 到底蔡老师说的这个粘液是什么 那它在什么样的食材当中富含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想问问阿龙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美味 今天带来这个美味 咱们软糯香甜 叫做美味粘豆包 这个其实做起来并不难 但是里头我们做的一个馅 非常的烤旧 今天我们讲究的是 一蒸二煎三焖 先开始做的馅 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银耳放入锅中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 咱们大家知道这银耳呢 其实它里头有 富含很多的那种焦性 但是呢一般要煮出来 最少要一个小时以上 但是今天呢 我稍微加一点东西 一个家里常见的 一个小的白沫粉状的调料 那么煮它呢 可能就是半功倍 能够让它十多分钟 就完全出胶质 那说到这个银耳 它里面有很多的黏液 那是您说的 那个令人嫌弃的黏液吗 还真的是啊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食材 就是银耳 它里面呢 有很多这种 咱们说黏黏滑滑的这种黏液 但是呢 这个黏液啊 对咱们人体来说啊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增强咱们 身体力一种特别好吃的 小细胞的功能 这个好吃的小细胞 爱吃什么呀 爱吃一些比如 侵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啊 还有雕王细胞啊等等 所以呢 它对于咱们提高免疫力 特别有好处 银耳当中的营养物质 到底是什么呢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说 好 我们看到了阿罗老师这边 这银耳啊 已经煮得非常的粘稠了 对 稍微搁上一点什么呢 这白色的粉膜状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小苏打 稍微加上一点小苏打呢 可以让这个表皮啊 这个粘性迅速的出来 可以软化它的这个组织 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家里 稍微搁一点 能够事半功倍 比如说我们要煮一小时 它基本上煮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咱们这个呢 焦性慢慢的出来以后 水分挥发掉 咱们可以稍微里头加一些配料 比如说咱们切好的这些红枣的丁 再来点这个玉米粒 香甜的物质呢 让它充分的挥发 而且呢口感会更加的好 咱们多煮一煮 等它完全的黏透以后 咱们给它盛出来 让它自然放凉 或者搁到冰箱里去冷冻 这样呢它就会凝固成块 是吧 咱们就可以包在这个包里了 好 还想问问蔡老师 听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 吃点这个银耳 对我们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是这样的吗 咱们到秋季啊 这个天气温差变大了 早晚凉 中午又特热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咱们身体免疫力容易下降 那么我们呢 在银耳当中啊 这种银耳物质呢 可以帮助咱们更好的 去保护咱们的免疫力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 叔叔阿姨可能 这个一秋天干啊 手都起皮了 是不是 咱们银耳当中的 这个胶质比较丰富 可以对咱们皮肤的滋润度 有很大的好处 另外就是一到秋天一冷 可能食欲也会好一些 那叔叔阿姨容易吃多了以后呢 消化不良 那么银耳当中啊 它这种神维含量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对咱们啊 润肠通便也有很大的好处 嗯 看来银耳呢 在这个季节吃 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啊 叔叔阿姨可以 在这个时候也多吃一点 嗯 我们看到阿龙老师这边 这个水分是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水分越来越少呢 然后呢 咱们的香味就会越来越浓 颜色呢 会越来越的透明亮 其实你看就有点成燕窝的状态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关火 给它尝到碗中 或者一个大的盘中 咱们也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 让它迅速的凝固 这样呢 一会儿就立于咱们去包制它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开始说 咱们这个面团怎么和了 嗯 美味粘豆包呢 主要吃的是那种 软糯香甜的口感 那么怎么让它软糯 有韧性 这个和面很关键 今天咱们选用的面粉呢 其实呢 选用的面粉是两种 一个是糯米粉 一个是黄米面 两种不同的颜色 两种不同的香味 然后和出来的效果呢 会更加的好 那么我们这个面呢 大概有一个比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呢 是300克左右的黄米面 300克左右的糯米粉 再加上400克的水 30克的糖 这个糖的量呢 可以根据咱们个人的喜好 少加或者多加 那么凉水和面 和成一个面团以后 也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现在这个状态呢 还不能完全的去包裂粘豆包 因为呢 它是冷水和的面团 它还容易开裂 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步 那么这一蒸就来了 首先我们先取 大概是五分之一左右的面团 给它放入锅中 蒸制大概五分钟 其实这一步呢 在我们传统的面点中啊 我们也可以用煮的方式 用水去煮 我们叫煮馅 那么煮馅的目的是为了 一会儿把这个蒸好的 或者煮好的这个团面 再揉回去 这样它的面的延展性 它的韧性就会更强 就不容易开裂 所以我们一会儿在包住 那个馅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流出来了 好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咱们打开看一看 你看它的颜色 现在是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了 是吧 来 咱们给它取下来 我们要给它揉到一起 一定要揉得均匀一些 这样呢 这个面皮才算真正的和好了 好 趁着阿龙老师 和面的功夫 我想问问蔡老师 您看啊 现在市面上有 好几种的这个银耳 有及时的 有干质的 还有这种鲜品 那我很好奇 这个及时的银耳 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及时的银耳 它也是银耳 只不过呢 是用咱们这个 冻干技术制作而成的 那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啊 咱们说这个 黏液的这个部分 会稍微有一些流失 包括那个中间干质的 也会有一些流失 那咱们还是鲜品里面 这个黏液成分最多最好 如果要是可以吃鲜品呢 最好您吃鲜品 因为它里面是富含这个 黏液的成分 那具体这个黏液 是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呢 一会儿马上就给您来揭晓了 好 我们看到老师 这边已经和好面了是吧 对 现在的那个面呢 其实还没有蒸 你看 非常的 这拉伸力 这种状态是吧 它就非常的黏了 很黏 所以呢这个就是能够保证 我们吃的时候 这种软糯香甜的那种感觉 软糯指的是这个面的状态 香甜呢是一会儿我们在煎的时候 迸发出那种香味 大家看啊 咱这银耳洞呢已经熬好了 你看是这种状态 啵啵啵啵啵的 是吧 这种状态呢就可以什么呀 我们包的时候就非常好包 不容易留了 对 然后呢咱们这面团呢 我给它揉成剂子以后啊 咱们呀特别简单 都不用擀面棍 直接拿手 给它捏成这种小碗的状态 你看这个面呢非常的听话 很有柔韧性 就像咱们包月饼那个月饼皮 那种状态似的 然后呢保证是芯稍微厚一点 皮呢可以略微薄一点 对 然后把咱们的馅包在里头 然后呢咱们就跟捏包子似的 一点点的带着纸 其实呢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它封好 大家包的时候注意啊 你看我带了一个手套 而且这手套上面 我稍微抹了点油 这个油呢也是防止什么呀 这面粘 因为呢这本身糯米面呢 就是有点粘性的 稍微的揉圆 这么一个很漂亮完整的一个 粘豆包的造型就出来了 阿龙老师这边先包置着 想问问蔡老师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粘液物质 是怎么来帮助我们 提高免疫力的呢 银耳这个里面的粘液 富含咱们叫银耳多糖这个物质 那咱刚才说了 它可以增强身体力一个 好吃小细胞的作用对不对 这个好吃的小细胞呢 其实是我身体这个一个小卫士 叫巨石细胞 它呢好吃一些什么呀 侵入身体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 雕王的细胞啊等等 来帮助咱们提高免疫力 所以呢加强了这个细胞的功能以后 咱们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 好 咱们这豆包呢已经包好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进行第二步煎 这个煎呢主要目的呢 其实不是为了让它熟 而是让它表皮更加的香 颜色更好看 咱们锅里稍微的来上一点油 两三成热的时候咱们把它 咱们的豆包 逐一地放进去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 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卤花高油酸助您身体健康 稍微的拿手给它摁一摁 让它摁平一点 这个时候呢为了好看 我们上面给它来上一点黑芝麻 点缀一下更精致了 那安隆老师 刚才您说的还有咱们的三焖 对 我很好奇啊 这个三焖 咱们是怎么焖制的呢 咱们赶快操作起来 那么这第三步焖 实际上为了它出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加上水 抓紧盖盖 就这个过程中呢 在水与面融合的过程中 它的香味会完全的 被这锅盖给盖在里头 焖在里头 让它一会吃一点 它不光有香味 而且底壳呢 还是脆脆的焦焦的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你能明显的看到 它表面更加的光润 更加的滋润膨胀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 今天安隆老师做的这个粘豆包 有咱们富含多糖 还有胶质的银耳 在这个秋季啊 特别适合大家 提高免疫力 滋润咱们的肌肤 然后还有润肠通便